今天我们继续讲除锈系列第二集 欢迎回来DIY修车频道MaxFixit 今天我们继续讲底盘除锈 强烈建议先看第一部分除锈再看这期 因为上一部分有大量的基础知识 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 因为我频道很小 很难被搜索的推送到 一旦错过就不在 好了不开玩笑 我们今天介绍第二阶段的除锈 这时候可以在金属表面看到大面积的片状的锈 叫Rust Scaling 有点像微化饼 可以有一层甚至恶化到多层 这时候金属开始损失大量的质量 结构强度也开始受损 这时候再不挽救的话 恐怕就无力回天了 回到我这辆车的后部的subframe 已经看不到元气的颜色 呈现大片的Rust Scale 你要用一个screwdriver使劲刮呢 就会有成片的锈连同气一起掉下来 但还好这层Scale并不是很厚很深 还有的旧 但作为第一部物理除锈 用Screwdriver刮未免效率也太低了 而且清理的很不干净 在这个阶段呢 使用一阶除锈的手动刷 或者Drill加Wear Brush的效果也不会很好 因为这时候的Scale已经像一层盔甲 保护住下面更深层的锈 Drill的劲儿不够 只能是打磨最上层Scale的表面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Scale都敲掉 尽量暴露出下面好的金属 这样我们的装备也要相应的升级 至少要用到我之前介绍的 Die Grinder和对应的刷头 Die Grinder功率是比Drill要大很多 是有可能把Scale打掉的 像我这样比较薄的Scale的话 还是可以适用的 如果Scale再厚再大的话 那么Die Grinder也无能为力了 比如这里 我们刚才用Die Grinder已经过了一遍 但是这种比较厚实的Scale还存在 你用Screwdriver还是可以使劲把它刮下来 所以我们需要更强力 甚至更暴力的物理方法 要比较seriously除锈就必须升级到Air 2 我们首先用到这个Needle Scaler 本质上就是用高频的小铁棍 不断敲打锈的表面 还是同一块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使用的时候稍微把前端抵住锈的表面 不用太使劲 剩下的工作就由它的振动来完成 可以看到经过Die Grinder刷 再用Needle Scaler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Russ Scale被打飞 表面渐渐露出了金属色 说明Needle Scaler更有效果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恶趣味 看着这么多锈扎掉落还是有很强的满足感 我们再来慢动作欣赏一下 这个Needle Scaler对于中等程度 及其以下的Russ Scale还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它比较费气 建议使用A-Gallon 4 CFM以上的Air Compressor 不然你等候充气的时间会很长 还有就是至少据我所知 没有对应的电动工具 但是如果你是很serious DIY的话 很多时候你都绕不过Numatic 2 而且做木工的话很多时候也要用到Air Compressor 所以真心坚意喜欢DIY的朋友最好还是备一套Air Compressor 不过鉴于我底盘秀实的情况 我还是担心Needle Scaler不够力 所以我们进一步升级到Air Chisel 还是一个Air Tool 这个枪头是可以更换的 只不过这里是用到了Chisel的枪头 Air Chisel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枪头的Reciprocating的运动 也就是前后的往复运动 形成非常长很难控制 所以我加了一根很粗壮的皮筋 来限制它的运动和减少它的力量 这点很必要 不然不但锈被打没了 可能正常部件也被打没了 这个Air Chisel明显更强力 很多地方即使没有直接打到 它的震撼力也能把这些Raw Skill震下来 当然它也是比较废弃的 对Air Compressor要求跟Needle Scaler一样 这个锈扎分飞的程度 明显比Needle Scaler还要大得多 我们再来慢动作看一下 仔细看即使我们有橡皮筋绑着 这个Air Chisel的力量也强大到 足够把金属表面敲出来一个个小坑 像这样一道道露出金属原色的部分 那么也从侧面说明 没有任何Raw Skill可以经受住这样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放心 只要Air Chisel走过的地方 就可以暴露出最底层的锈 顺带提一句 虽然有这种电动的Chisel 但是体积过于庞大 一般是工程上用来Demolish用的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场景 还是需要用Air 2 就这样 Dive Grinder Needle Scaler和Air Chisel各过了一遍 看个人的要求和标准 最好再过一遍Dive Grinder 把最底层的这些锈刷一遍 物理除锈完成以后 我们检查一下工作质量 我拿一个铁锤来回敲一敲 刮一刮 如果还有比较严重的Raw Scale的话 就会被敲下来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锈扎掉落 部件上也泛出了金属的原色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化学除锈了 还是用我们上次介绍的Raw Scatter 对于这种大面积的 比较规则的部件表面 我还是用喷的方式进行覆盖 对于这种不太规则的七角Gala 我把Raw Scatter倒在一个玻璃瓶里 用刷子刷上去 这样比较好控制 也免去了对周围部件 用纸或者Tape来包裹 像之前说的 这一步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和通风 同样 喷涂完以后 我们让它静置反应一天 等待的过程 我们来清理一下地面 看看除下来的多少锈 这一铲子还是挺重的 感觉至少也有两磅重 有人可能会担心 损失了这么多金属 是不是原来的结构已经不行了 看过上一期除锈节目 讲锈的分子室 就会知道 它是一个不定组成的混合物 里面有一半以上是氢和氧 也就是说铁纸站不到一半 甚至更低 而且锈比较疏松 体积大 实际上并没有看着那么糟糕 至少这一阶段还有救 反应完以后 我们用pressure washer把它冲下来 这样效率比较高 pressure washer也是我认为的 一个居家必备的工具 不仅可以用来洗车 还有其他很多用途 我们之后讲 如何防锈的时候 也要用到它 干了以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 像上次一样 表面的锈 被转化成了这种灰白的磷酸铁 只不过这回更大面积 几乎全表面都是 用手来回摸一摸 也没有了那种锈渣锈粉的感觉 明显更坚硬 紧实 这样就达到了我们除锈的目的 接下来就用你最喜欢的漆 把这个表面保护起来 这一步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该说的我上期都说过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视频 是我2021年的夏天拍摄的 到现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长期的除锈效果 我可以在今年夏天之后 再给大家更新一下 整个过程是一个三天左右的活 因为很多时间要等 即便如此过程也非常辛苦 但是没有办法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阶段的秀 比第一阶段要难搞得多 与此对应就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和使用更强力的工具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尽量把秀控制在第一阶段 更理想的情况呢 就是在第一阶段之前 就及时做好防秀 这也是我们除锈系列第三期 也是最后一期的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Max Fix It 我们下期再见